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很多朋友去过台湾都会吃过 华梅粉加巴洛的 今天我们就试一下用它来做一个甜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 可以在华梅粉之前加黄韧果酱 就会好吃很多